Hello大家好,这里是大叔 今天给大家带来FC红白技平台的超级混动罗 Bug速通 今天是一期投稿 投稿的小伙伴是小燕爱莫莫 流程的本身就是一个速通的打法 但是结合了两个不太常见的Bug 这两个Bug一个是在第四关 一个是在第八关 我小的时候这款游戏玩的就算不错了 但是没弄出来过那两个Bug 我倒是弄出来过其他的 到了位置再给大家解说 换句话说 如果当年能够弄出那两个Bug的话 可能又会出现什么空中八关之类的留言了 这里是第一关 基地区域1 打的Boss是巨型直升机 Z地方利用了F弹的蓄力 蓄力的攻击非常高 但是很多小伙伴当年应该没用出来的 刚才清四个炮台的时候 最后一发是失误了 第二关是基地区域2 来到了一个俯视视角的关卡 本座的流程是八关 其中1245分别是基地区域1234 第三关是丛林 第678是外星区域123 因为我给大家录制视频 都给大家介绍关卡的名称 还有Boss的名称 所以很多小伙伴听了 本座的关卡名称之后 可能会觉得 发善可陈啊 那其实本座是街机的移植版 只不过是在街机的流程上 进行了扩充 第二关的Boss 磁力重装甲车 这里我能够引发一个bug 就是在消灭Boss之后 马上把你的人物 卡在右边的墙角 这样的话过关之后 虽然屏幕往前移动 你的人物就卡在那了 也不会进门 直到画面最后变黑 我记得我小的时候 用这个bug的时候 家里的大人还提醒我 不要把游戏机弄坏了 这个地方可能因为赶路太快 出现了一个贴图的bug 小的时候玩游戏 bug还是挺常见的 良性的bug比较少 一般都是恶性 导致游戏无法进行 本座的恶性bug 我也能够引发一个 应该是在第八关 到了那个位置 再给大家介绍吧 这里有一场小boss战 虽然是小boss 但是它的名字 还是很霸气的 叫做猎机 六连机动炮 小的时候都管它叫机械蜘蛛 或者叫机械螃蟹 打小boss的时候 就要有意识的 占据屏幕的右侧 这样的话 不会受到地震的困扰 并且你贴着屏幕右侧 也不会刷新敌人 第三关boss 传感器 还有一个名字是防御墙炮台 这里用了一个非常取巧的打法 就是45度来进行攻击 绕过了几门小炮 直接攻击boss的弱点 刚才两个2泡泡的机关 过得真是惊险 我小的时候玩这款游戏 一定是把泡泡清完之后 再往前走 来到了电梯的位置 本关一共有两个电梯 其中第二个电梯 可以利用到电梯的bug 如果你是双打的话 就非常容易发现 第二个电梯那里的卷轴 有一定的问题 在其中一个人 跳上了电梯之后 剩下的人 可以跳得非常高 说明第二个电梯的 卷轴部分 有可以利用的漏洞 就是这里 板面用非常快速的速度 往上升 这地方小夜爱某某表示 是可以节省16秒左右 不过需要付出两条命的代价 武器在这里也换了 换成了大家小时候的最爱 纯动罗的前两代 S弹的地位不可动摇 性能太好了 无论是他的天脸输出 还是覆盖范围 第四关是基地区域3 打的boss是激光吊灯 或者叫雷射吊顶 这个boss我小的时候 我管他叫面条鸡 可以说是非常形象 过关之前 往前跳一下 可以在失去控制之前 多往前移动一下 小的时候经常和小板比 谁跳得更远 第五关 基地区域4 本关其实对速通的影响 是比较大的 尤其是上台阶的时候 最好是追求一个 极限的位置跳上去 这样可以少走一些路 节省时间 速通的要点就是不回头啊 这个地方可以预见 肯定会带领大量的杂柄往前走 第五关的boss 五块无重力剑 这里的打法值得一提 为什么没有第一时间 去追着boss的弱点打 有两个原因 第一是boss在屏幕的左右移动 他势必到达一个位置的时候 会折返 这样的话 boss就会在这个区域 停留大量的时间 方便玩家输出 第二点就是 本作S弹的机制 在boss到达这个区域之前 提前调整S弹的射速 让S弹的范围更加集中 这样等boss到达了预定位置 就会立刻遭遇最大火力的输出 这个地方用了一种取巧的方式来过 因为我小的时候家里是开红白机游戏厅的 所以见过很多小伙伴在刚才那个位置 两个人互相牵扯失去大量的生命 刚才打的小boss叫做可疑脸 接下来出场的是一个重量级boss 天王鬼 这也是阶级版本的最终boss 阶级版的这里给剧情留了一个尾巴 天王鬼的头部 有一个小型的怪物 在战斗结束之后飞走了 第七关来到了外星人区域2 这里实际上是天王鬼的体内 刚才这一下非常惊险 直接从弹幕的下方钻过来的 这个场景有一点坑 我记得小的时候见过一盘卡带 里边全是混豆罗 每一个游戏是对应着一种武器 包括不用序列 就可以打出来的大型F弹 还有F弹的短炮 但是短炮就清不了刚才的那种障碍 如果在那个位置没有换武器的话 那那样的改版直接就会被卡住 这里打的boss是阴寿魔神像 这也是一个经典怪 第八关外星人区域3 第七关其实有一个 大家小的时候可能都用过的bug 就是boss之前 有一个位置可以提前的把下方的小怪干掉 干掉之后 你在下去的时候 敌方小怪的贴图还在 但实际上已经被打爆了 这里就要开始利用bug了 尽量往前跳出 落到坑里之前的一瞬间 往回拉一下方向 这样挂掉的时候是往右边飞的 bug已经出来了 这里利用暂停 调整一下天花板的位置 然后就可以到上边去了 引发这个bug的好处是 不用再考虑天花板 还有下边的坑 好在bug结束之后 人物自动下来了 没有再引发什么离谱的恶性bug 比如说人物卡在天上不能动了之类的 这个地方 如果一旦挂掉了 那人物下来的时候 直接会卡在墙里 我当年是无意之中引发的 引发了之后 游戏就卡在那了 不能动了 最终boss阴兽 既然有F弹 贴着脸射就可以了 好的通关 那好吧 这样一款F1平台的超级混动罗 利用bug疏通就给大家录制到这 感谢大家收看 也感谢小叶按摩我们的投稿 咱们下个游戏再见